1953年7月27日 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停战协议签署之后 标志着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就此结束 然而此消息传到台湾之后 蒋介石脸上很是难看 丝毫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苦苦等待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 想借美国之手反攻大陆的愿望破碎了 就连号称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都被志愿军打败 这一刻 他幡然醒悟 这辈子他已经无望重返大陆了 他对儿子蒋经国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透露了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蒋介石非常担心战局的发展 他很清楚 朝鲜和韩国背后都有自己的势力 朝鲜背靠苏联 韩国背靠美国 很容易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反攻大陆的梦想可以实现 尤其是韩国节节败退的时候 蒋介石有一种感觉 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一定会介入朝鲜战争 蒋介石越想越激动 命令第52军进入战备状态 准备出兵朝鲜 52军是当时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的主力 也是从大陆撤出的最完整的一支部队 辽臣战役中 第52集团军成为漏网之鱼 从迎口逃走 与国军其他部队相比 第52军的损失并不大 蒋介石准备派出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去朝鲜 可见也是下了本钱 蒋介石对出兵朝鲜主要目的之一 是让美国改变对国民党的态度 对于美国来说 蒋介石表现不佳 国共内战中 美国给蒋介石这么大的援助 结果却被解放军击败 国际地位大打折扣 美国几乎准备放弃他了 最后也证明了这一点 朝鲜战争一爆发 第七舰队就进入台湾海峡 阻挡大陆解放台湾 1950年6月29日 蒋介石打电话给迈克阿瑟 告诉他可以派精锐部队 在迈克阿瑟的指挥下帮助美国作战 迈克阿瑟个人虽然希望蒋介石参战 但没有杜鲁门的同意 他不敢做决定 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请求非常谨慎 他很清楚 蒋介石如此热情 其实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根本目的不是帮助美军作战 而是利用美国的力量从东北进攻中国 达到反攻大陆的目的 还有 即使是第52军到底达了朝鲜又能如何 蒋介石部队的战斗力有目共睹 比第52军还精锐的部队被解放军打败 而且 今天的人民解放军与过去不同 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 战斗力更强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当时美国的战略方针是在欧洲对抗苏联 并不想扩大局势 试图将其压缩在一定范围内 如果蒋介石出兵 不仅对战场没有太大影响 反而会让解放军出兵 更是雪上加霜 而杜鲁梅也将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 视为残兵败将 如果这支部队被派往朝鲜 将会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 而解放军将利用这一点 开始进攻台湾 他还得抽掉部队支援台湾 虽然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要美国政府下达命令 第52军就可以被运送到朝鲜 然而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 美国和台湾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但杜鲁梅在国军出兵朝鲜这件事上 表现得很冷漠 他似乎并没有当真 因为美国政府有自己的战略需要 不能让蒋介石破坏他们的计划 最终 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请求 蒋介石虽然很不满 但也只能接受事实 但是 蒋介石仍然非常关心朝鲜战争局势的发展 每天都听汇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介入朝鲜战争时 蒋介石重燃了反攻大陆的希望 虽然美国不希望他参战 蒋介石却让毛仁凤派人潜入大陆 与之前隐藏的特务和土匪进行接触 做好内外配合 迎接国军反攻大陆的准备 而被关押在战犯管理中心的战犯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蒋介石对大陆的反攻迫在眉睫 但毛泽东很快打破了他的幻想 当联合国部队抵达38度线附近时 周恩来总理警告美国不要越过38度线 否则后果自负 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国际地位 美国没有认真对待周恩来的警告 悍然越过38度线 将战火一路烧到鸭绿江 应朝鲜政府要求 毛泽东下令组建志愿军赴朝参战 1950年10月19日 志愿军在彭德怀率领下秘密进入朝鲜 10月25日 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 在两水洞与韩军一个时进行了交锋 歼敌500余人拿下第一场胜利 随后志愿军各部队与联合国军遭遇 虽然武器装备比较简陋 但志愿军用灵活的战略战术 打败了联合国军 麦克阿瑟想在11月25日 感恩节前结束战斗 没想到被志愿军打敌节节败退 被迫撤退到38度线外 因为不熟悉志愿军的战术 一开始吃小亏很正常 但美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 只要他反应过来 一定会打败志愿军 他对美军充满信心 但最终的结果是 两军一直在38度线进入对峙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苏联的帮助下 志愿军的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空军也是如此 随着战斗力的逐渐形成 美军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又僵持了三年 美国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 签署迎战协议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百感交集 心里非常难过 别说自己打不过共产党 就算世界第一的美国出手 也不是打不过 他仰天长叹 告诉身边的人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 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 可他们又怎么样呢 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 16个国家最精锐的部队 竟被毛泽东打敌如此狼狈 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 更是一名奇才 唯有他可以把我挤在这几个小岛上 蒋介石的这番话 可以说是真情实义了 他打心底里敬佩毛泽东 两人虽然政见不同 但毕竟志愿军战胜了列强军队 屈辱了百年的中国 终于可以在世界上站起来了